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 阿N与阿Nem 频道 今天阿Nem 继续和大家分享 王曼妮、Mary姐 在无线电视和麗的电视演出过的电视剧集 首先和大家分享在无线电视演出过的剧集 首先就是1971年 有一套叫《施礼传家》 然后也是1971年 有一套叫《雷雨》 然后1972年 有一套剧集就是《香日葵》 然后也是1972年《流离世界》 然后也是1972年《紫薇园的秋天》 而Mary姐就飾演《郭老太》 然后另一套叫《紫薇园》 今次就叫《紫薇园的春天》 之前那一套叫《秋天》 这一套叫《春天》 而Mary姐也是飾演《郭老太》 接着也是1972年 有一套《春暉》 Mary姐就飾演《赵留心杰》 接着就是1973年 首先就是有一套劇集 叫《乱世儿女》 Mary姐的角色就是《沈太太》 然后就是1973年 还有一套《萍萍萍》 《苹果的萍萍》 接着就是1974年 1974年首先有一套《云梁》 然后就有一套叫《太太团》 然后就是《乌龙劍客》 和《漫漫长夜》 然后就是1975年 1975年首先有一套《群星抱之五短银花》 然后就另外一套《创业卿家》 接着就是一套叫《乐臣》 在乐臣里Mary姐的角色就是《母孙皇后》 而且是《家茉萍萍萍》 接着就是《孙皇后》 Mạibee姐饰演的角色就是孙惟德的母亲 孙惟德是《王允才》 即是Màierie姐 영ah 这是《想业卿家》的第二缺 然後有一套《紅樓夢》 《紅樓夢》 Mary姐飾演假舞這個角色 然後有一套改編劇《小婦人》 另外還有一套《七五年》 這套相當出名,很多人都認識了 《乘風破浪》 Mary姐在《乘風破浪》 飾演黃老師 接著到了 《七六七七七八》 在TVB也沒有演出 一直到1979年 Mary姐再回來TVB 回到TVB之後 第一套演出就是《天空》 接著 1979年第二套演出就是《抉擇》 在《抉擇》裡 Mary姐的角色就是《韓馬士》 然後一套相當人喜歡的劇集 就是《不是冤家不聚頭》 Mary姐的角色就是《芯姐》 這個《芯姐》就是《石修》的《媽媽》 在劇集中 另外一套《風雲》 在《阿仙豆拉》唱主題曲那套 那套 Mary姐就做《姨婆》 在《風雲》裡 然後到《親情》 在《親情》裡 Mary姐就飾演《葉戴群》 然後一套《輪流轉》 這套《輪流轉》 就做一做一做 就被人腰斬了 Mary姐在裡面 就飾演這個陳婉嫻的母親 而陳婉嫻就是王韻詩飾演的 即是Mary姐在劇裡面 就是王韻詩的母親 然後一套《衝擊》 Mary姐就飾演《何愛》這個角色 然後到《八一年》 首先有一套《情迷》 Mary姐就飾演《葉淑德》 然後一套《無雙抱》 《無雙抱》之後 有一套《火鳳王》 Mary姐在《火鳳王》裡 飾演《恩太太》 然後有一套《逐個竹》 這套也是很好看的 這個《逐個竹》 Mary姐就飾演《楊鐵嶺》 接著就是《香港八三》 這套是處境劇 《香港八三》 當然年份就是1983年 Mary姐就飾演《李威》的母親 然後到1984年 拍了一套《六鼎記》 Mary姐就當《太皇太后》 然後到1984年 還有一套《老爺大過天》 Mary姐就飾演《女太太》 然後到1984年 這套就是Mary姐在TVB拍的 最後一套劇集 就是《加油嬌妻》 Mary姐就飾演《猶太太》 這套就是梁朝偉和《南傑英》 做主演《加油嬌妻》 好 講完在TVB的演出 接著就講到Mary姐在《麗的電視》 演出過的劇集 在1976年 Mary姐就跳槽去《麗的》 76年第一套演出的就是《半生圓》 然後是一套《三角春秋》 Mary姐的角色就是董太后 然後就是十大刺客之聂政 Mary姐就當聂政的媽媽 然後也是十大刺客之女妻娘 Mary姐就飾演慈禧太后 接著仍然是76年十大刺客之秋緊 Mary姐也是飾演慈禧太后 接著就是1977年 就一套劇叫《珠情》 然後也是77年 劇集的名字叫《電視人》 Mary姐的角色就是楊太太 接著就到了78年 78年就有三套劇集 第一套就叫《追逐》 Mary姐就飾演這個 翁彭澤雲這個角色 然後就到巨星 Mary姐就做這個《靈遺玉》 然後就到78年 Mary姐在《麗的電視》最後一套劇集 就是叫《狼心如鐵》 Mary姐飾演的角色就叫《許傑心》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Mary姐王曼妮的演藝生平 分享到這裏也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你留言點讚分享 也都希望大家還未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下一集就會和大家分享另一個藝園的演藝人生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收聽 好 拜拜